外貌奇特的边境海关安检员有个非凡能力 他可以立马闻出人身上存在的犯罪气息 看着眼前衣冠楚楚的西装男 他毫不犹豫就拦下了对方 随即让同事搜他的包 可搜了一圈连个毛都没有 西装男正准备离开 他却让西装男交出手机 然后仔细地闻了一下 西装男立刻紧张起来 果然发现了一张内存卡 西装男一把抢过来塞进嘴里嚼烂 同事赶紧把它摁住 把内存卡给抠了出来 原来里面全是伤害儿童的犯罪视频 女人叫蒂娜 灵灵的嗅觉让她的安检工作效率极高 除此之外 她还能嗅到人们的情绪 比如恶意 没错 就因为她怪异的长相 从小受尽了嘲讽和霸凌 没人愿意和她接触 所以她收养了一个流浪汉 免费管她住管她吃 为的只是身边能有个人罢了 这天 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 给她安排一项工作 原来 那天抓到的西装男 只是贩卖视频 而真正对儿童犯罪 并拍下视频的另有奇人 通过分析西装男的手机 他们把可疑地点锁定在一个小区 于是蒂娜就跟同事来小区蹲守 突然 她闻到一股猥琐的气息 是从那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他们立刻跟踪对方到家门口 蒂娜往屋里闻了闻 犯罪的气息越来越浓烈 这时 一个女人突然打开门 问他们在干嘛 紧接着 猥琐男也出来了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因为没有搜查令 蒂娜和同事只好暂时离开 然后在外面继续蹲守 终于等到两人出门 他们赶紧敲开门锁进去搜查 蒂娜先是闻到了婴儿的气息 走进房间一看 却只有一个婴儿床 孩子却没有踪影 接着她又四处绣闻 在一个奖杯上 她闻到了令人作呕的味道 打开一看 是一个摄像机 里面完整记录了 猥琐男对孩子犯罪的全过程 简直令人发指 有了确凿的证据 猥琐男很快就被抓捕归案 而蒂娜也恢复了她正常的工作 这天 蒂娜在例行检查时 又闻到了一股犯罪气息 而且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强烈过 很快 她就将目光锁定在一个男人身上 然而当她看到男人的脸 是无比震惊 那人竟然和自己有着相似的容貌 而更加令蒂娜惊讶的是 她的嗅觉在这个男人面前 竟然失灵了 因为从男人的包里 什么可疑物品都没搜到 同事甚至还对男人搜了身 还是没有 蒂娜只能给男人道歉 不过 同事却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 这男人竟是个女儿生 而且尾骨上有一块奇怪的伤疤 蒂娜一惊 自己的尾骨上也有一块伤疤 这个男人跟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在边境海关有着一位奇特的女安检员 仅靠鼻子就能闻到一切违禁品 她拦住一个帽子男 让对方把包交出来 看都不用看 同事打开包一看 果然丝毫不差 除此之外 她还能嗅到人们的情绪 比如羞耻 罪恶 愤怒等等 她一直以为自己怪异的长相 以及灵敏的嗅觉 是因为基因突变或者染色体缺失 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 她才得知惊人的真相 男人叫沃尔 跟蒂娜有很多共同点 唯一不同的是沃尔吃生食 比如生肉 以及活虫子 她甚至还邀请蒂娜一起吃 可奇怪的是 蒂娜嘴上说恶心 可身体却欣然接受了 而且还很享受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从见到沃尔的第一眼 蒂娜就被她深深吸引 得知沃尔没地方住 蒂娜就直接让她住到自己家 这引起了流浪汉的不满 结果蒂娜直接把流浪汉打了出去 这下没人打扰了 两人开启了快乐时光 他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 在湖里游泳 仿佛蒂娜本就属于这样自由的生活 当说起自己因为身体缺陷 从小被人歧视 沃尔却开导她这不是缺陷 当天晚上 沃尔终于对蒂娜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们不是人类 而是传说中的山怪 山怪的外貌和他们的真实性别是相反的 而且他们围骨上的疤 是因为那里本来是条尾巴 被人们砍掉了 蒂娜听完震惊不已 可她明明有个人类爸爸呀 如果沃尔说的是真的 那自己这一生都活在谎言中 于是蒂娜找到爸爸 质问她自己的真实身世 爸爸听到突然情绪激动起来 原来蒂娜如今的爸爸 曾经是精神病院的一名护工 她在医院见到蒂娜就把她收养了 得知真相的蒂娜崩溃了 因为自己长相丑陋 从小受尽凌辱 但她从没放弃过自己 努力工作 积极生活 只想被人们认可 结果 到头来自己根本不是人类 可更让她崩溃的还在后面 之前他们抓获的那个 对儿童犯罪的 维索男已经认罪 在送她去监狱的路上 一头驯鹿突然挡住去路 停车的瞬间 有人把维索男一把拽下车 在警车后把她嘎了 而蒂娜在现场 竟然闻到了沃尔的味道 她顺着气味一路找过去 果然找到了沃尔 原来沃尔和维索男 他们是一伙的 为了防止维索男 供出自己 沃尔选择杀人灭口 蒂娜不敢相信 沃尔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 沃尔告诉她 人类曾在多年前 大肆捕杀山怪 当年她的父母 就死于那场屠杀 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所以现在她要报复人类 让人类的后代 也感受她当年的痛苦 蒂娜完全不能接受 她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自己该怎么选择呢 帮山怪还是帮人类 回家后的蒂娜 看着自己家 被封闭起来的冰箱 闻出里面别样的味道 她连忙打开查看 发现是一个盒子 掀开盖子一看 她当场傻眼了 女人的冰箱里 居然藏了一个活着的婴儿 可这个婴儿长得并不像人类 她皮肤就像个黏土 轻轻一按就是一个凹陷 还能捏成各种形状 她连忙询问沃尔孩子 是怎么回事 沃尔告诉她 那是山怪没受孕的胚胎 是自己生出来的 胚胎没有思维 只会吃饭睡觉 也活不长 沃尔憎恨人类 曾拿她和父母做研究 所以她要报复人类 她就用这种胚胎 换走了人类的孩子 然后转手卖给那些变态 根本不用她动手 人类自己就会做出 残害后代的行为 她邀请蒂娜也加入复仇计划 可蒂娜拒绝了 毕竟自己是人类养大的 回家后 蒂娜发现邻居家门前 停着警车 刚一进去 就闻出女主人悲伤的气息 女人刚生的孩子 被换成了山怪佩胎 蒂娜知道是沃尔干的 怒气冲冲地去找对方 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一个纸条 让蒂娜去码头找她 蒂娜拒绝了沃尔 她永远无法认同沃尔残忍的行为 随后 蒂娜带来的警察抓住了沃尔 可随之沃尔猛地挣脱 然后从船上跳了下去 看着翻涌的海水 蒂娜流下了眼泪 失去了唯一的山怪同类 她又回到那种孤独的状态 这天 她在沃尔曾经住过的小木屋门口 发现了一个纸箱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个戴尾巴的山怪婴儿 这是她和沃尔的孩子 两个边缘种族的同类 选择了不同的生活轨道 这是沃尔留给蒂娜最后的礼物 至少会让她不那么孤独 表面看起来 这部影片似乎是从生物和基因的角度 给出了关于人的边界 以一种极其直白且合适于影像来表现的方式 直接以画面提交给观众 人类的上美之下 埋藏的首先是能否交合 是否有生殖隔离的功利本质 但影片并非这么简单 因为当沃尔说人类是地球的疾病 蒂娜却说有些人是好的 考虑到这时她俩已经好合 这时边界就与边界起了冲突 我们就要看一个在体制方面不属于人类 却在文化方面并不自外于人的人将会如何选择 这个故事思路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怎么蒂娜就不能觉醒为彻底排斥人类的一种呢 不能 因为人类文化有个补偿机制 就是她一方面在尤其擅长党同伐艺 建立区隔异化同类的同时又特别渴望接纳 融合与不爱 人性就是这样 接受人性就是接受矛盾的性情 正如蒂娜一样 这么多年 她只是痛苦 但后来她开始变得矛盾 这个自然界里 在各个层次是否与体验到自我矛盾 就是人类的边界 由此 人类在毫无生殖隔离的情况下 制造了最多样化的生活 音乐和语言和宗教 但也制造了最害人听闻的迫害 并且在这些东西的底下 是人性的基本层面上的随着语言和概念而来的分裂与矛盾 我们自诩为人 却未必能理解一个足辱足的战士的选择 未必能理解吞剑人的理想 甚至我们不能想象上一辈人在神舟大地上的所遭受的劫难 但即便是这样 我们还是觉得从自己出发所见的人类是一切OK的 是欣欣向荣 是充满希望的 但其实 每个人都有前置成为异类 我们一方面警惕着这种变异 同时又以个性与自我的名义悄悄地发展着这种变异 感谢观看